人的喜怒哀乐与饮食息息相关 食物它不光只是营养素的来源 它也可能是经营上的一些需求 食物具有改变情绪的属性 而情绪状况也同样影响饮食抉择 来了来了 餐饭来了 咸饭 餐饭咯 吃进有温度的 有能量的食材的话 肉体上可以得到营养的滋养 也得到情绪上的安抚 精神上的抚慰 人体是一个精密复杂的能量体 它需要的不单是物质营养 还有内在的心灵养分 其实就是一种快乐的荷尔蒙这样子 不同的味道代表着不同的营养成分 各种食物都吃 那么才是真正做到一个均衡 我们与食物的关系 大幅影响着身体代谢和吸收营养的效率 生态农业就是把我们世界的生态能力修回来 食物其实越接近原型的就是越好 敬重自己的身体 与食物和解 不压迫自己去吃什么或不吃什么 症就是症在发生 念就是一个精一个心 觉知当下 你在泡茶的时候 你心境其实是很平静的 觉得很认真 很专注地在泡好一壶茶 茶馋一味的一种境界 应用你的五感 让我们的心回到当下 调动五官六食 全心全意的享用食物 我们这个意识接收到这些讯息了之后 它开始做一种翻译 所以给到我们一些疗愈的功能 觉察吃食的内在变化 每一口食物才能提振身心 带来最大的滋养 烹调讲究所谓的色香味形意养俱全 养则是说食物的营养跟搭配 那意则是说意境 这包括人们对食物的情感跟记忆 饮食是最疗愈身心的日常 食物心理学 3月26日晚10点 Astro双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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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